汉语乔嘉宾谈 五大洲学长学姐们的新生 我来中国有11年了 然后学汉语是从小都在学吧 我开始初中学 习中文所以大概是10多年了 我学习中文时间5年了 这是中文学了6年 我是上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学中文 那是23年前 学习汉语给你带来哪些改变 其实我学汉语之后 我变得更外向 把我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见识 学汉语让我认识了很多世界各地的人 还有学会了很多新的东西吧 就我觉得在世界 无论你是在哪个角落 都能认识到学汉语的人 所以只要会汉语就能交到很多朋友 你喜欢的一门语言 不管你在哪里都能学好 最重要的是让我 就是获得了一个关于中国发展的第一手资料 所以我觉得学这样的一门语言 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的另外一个窗口 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欣赏这样的一个文明古国的川头文化 通过这样的一个专业 其实因为没有一个责任讲好中国故事 如果我自己的这个水平不够好 我的这普通话不行 那我怎么讲中国的故事呢 所以我觉得它给我最大的一个好处 让我更好更清晰地去讲真实的中国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留在这里继续 让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变得越来越好 有哪些话想要说给全世界学习汉语的朋友们 中国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宝剑峰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无论你们面对了什么样的情况 你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这就是最大的一种挑战 也可以让你的生活更丰富 所以我觉得你们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磨练 我相信不仅你们的这个语言的水平 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而且你们的性格也会有一些特别特别大的改善 继续探索现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只要喜欢就肯定可以学会 因为汉语是一生都可以在学习的 永远都没有尽头 我想跟大家祝福一句话 就是你选对了 中文是很好听的一门语言 也是很博大精神的一种语言 所以大家必须要继续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